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 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AI 可以把任何我们用AI生成的一个照片 变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动画 那我们直接可以让这个图片 那跟着比如说我们在TikTok上面看到这些人 让我们的图片做这些一模一样的一些动作 跟着有风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AI 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先生成一个图片吧 同分享一个免费的AI图片生成工具 叫做Lessieca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大概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Lessieca 这里它里面有很多图片 生成出来的效果大概是这样 可能比Mijoni稍微差一点 那不过免费的话感觉效果还是可以 那首先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生成 那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个生成图片这个按钮 那这里的话填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语 的话这里你可以来写一下 你想要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效果 那用英文写 英文不好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先把中文翻译成一个英文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叫AI来帮我们写 那比如说我告诉GPT 你现在扮演一名AI图片生成器专家 请帮我写一个关于一个美女的一个提示 那这里的话GPT的话就在帮我写 那写好以后你复制一下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是有风刚才用AI帮我们写的一篇提示语 那我来复制一下它 我们回到这个提示语当贴进来 后面的话我加了一个8K 加8K的话它可能就可以帮我们生成出更高清的一些照片 右边的话可以选择一下你的比例 这里比如说640乘以多少640比上1600 或者这里很多比例都可以 我随便选一个 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生成 那下面的话你可以填入一些排除的词 比如说你不想让它穿蓝色的衣服 那你就把它蓝色加进来 你不想让它是长头发 那你就把长头发这里给屏蔽了就可以了 那全部设好以后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那有风的话用这个AI工具生成了几组照片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用的后面加了一个8K 你看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高清 我多试了几次 整体感觉的话还是可以 我生成的这种照片的风格应该是皮克斯的一种风格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动画的一种风格 那大家的话可以多去试几次 然后如果你这次不满意的话 你上面再叫它帮你点击一下生成 那继续帮你生成就可以了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把它直接下载下来 或者说点击这个按钮 它可以根据你这张照片再生成一个相似的一个照片也可以 那你可以多乘几张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也可以 我把它下下来点一下它就可以了 这张可以点一下它也可以下 这张也可以点一下把它下下来 那有了我们的一个老照片有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这个viggle.ai 那这个工具的话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刚才生成好的一个图片 变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首先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案例 它左边给了一张图片 这就是右边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你把你的图片传进去 点击生成 右边的话它就会变成 那我们这个人物的话 它就会跟着我们视频上的一个人物 做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动作 那比较有意思 那第一次进来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加入它的一个测试版 那你需要用你的discord账号的话 它因为它这个软件的话 也是基于discord里面 那你首先你可能需要先注册一个discord的一个账号 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接受邀请 那这里它问你是否在discord打开 我们不需要点击这个取一下就可以了 继续使用这个 discord的话 其实很多国外的一些AI软件的话 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进行一个生成 那我们来到 viggl这个服务器 那左边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一个视频生成的一个频道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那里面非常多 你看 我来看一下这个人生成的 最右下角的话 它给了一个原视频 这个有意思 比如说它右下角给了它的一个原始的一个视频 可能做了一个动作 这边的话给了它一个超人的一个图片 超人的话就会做出和它相似的一个动作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里只需要打一个斜杠 那它生成的一个方式有几种 第一个的话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 转化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第一张照片的话传进来 这里给填上一个提示 提示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官方的话这里给了一个网址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默认的话有很多动作 大家看一下这些 还有比如说这个 com3动作都有 可以点击第二页 第二页的话还有这么多动作 第三页 非常方便的 里面的话动作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选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动作 我们教材帮你做一下 有风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com3 我们教这个的话 帮他们给做这个动作 点一下这个复制按钮 点击OK 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粘贴进来 最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我们点了它以后的话 这里点击个on打开 按一下回车 那背景的话我们要选一个 背景的话我们选择一个模板 从模板进行一个创建 点它 然后按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信息的话就发过去了 当然的话还有一种的话 那我可以在TikTok里面下载一个视频 比如我下载一个跳舞的视频 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视频可以 复制一下它的一个链接 我先把这个视频给下载下来 我在Google里面搜索TikTok DOWN下载期 把我们这个视频的话给下载下来 粘贴下载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下载无随应就可以了 下载好以后的话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Discord里面 这次的话我们打一个斜杠 选择这个Mix混合 点一下它 左边的话传入我们有的一个照片 比如说我想要我的 我也想要我这张照片 跟着这个洞 右边的话再传入我们的一个视频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这个视频 这个背景的话我们选一下 背景选择一个绿幕 为什么选绿幕 等一下我们好抠 选择这个绿幕 这里点击O1打开 按一下回抽 等一下的话它就会帮我们生成好 由于的话这里面的话 生成的人非常非常多 那你可能有时候你找不到 你生成的在哪里 你看我们刚才的话 但你可能你生成出来的话 会被覆盖掉 如果你想找到你的一个视频 那怎么找呢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搜索 搜索的话 你搜索输入你的一个Discord的一个用户名 比如说我的Discord用户名 叫做Wendy2025 点下它 那这里的话就会出现 那我们生成的所有视频的话 都会在里面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的这张照片 让它做我们 让它做这个动作 生成出来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动作的话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的 可以 这个效果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COME 3 这个事物 这张照片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照片 那我们它做出来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跳COME上 感觉还是有点意思 那你们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还有这个小男孩 我也试了一下 原图的话应该是这一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生成好以后的一个视频 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这里挑这个动作 但是背景的话 这里可能还有一点没处理好 不过它现在在测试吧 我相信后面的话 它这个应该可以更有意思 生成好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你把鼠蠟蠟放在这个地方 download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我们需要来进一步处理 让它看起来更舒服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剪映 把我们刚才的素材导进来 比如说这是美女 这是我们跟她学的生成 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个照片 让它动起来的效果 我们把它拖下来 好 然后的话上面因为是绿母 我们会把绿母给抠掉 我们点击这个扣像 扣像的话 点击射度扣像 点击这个取舍器 点一下它 我强度拉一下 阴影的话再拉一点点 好 这样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播放一下 看一下 重叠在一起 看 这个动作的话 完美的复刻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看到 我们背景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 后面原始的照片 这个人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来怎么去了 有风来教大家一下 关键处移出视频 那它里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这种免费的工具 那还有一个网站就是runway runway的话 它其实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也来试一下 只是说免费版本的话 它是使用的一个次数的话 它是有限的 那登录的它当一个后台 一个后台 左边有个编辑视频 我们点一下它 我们选择 移出人物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上传 把我们刚才这个视频的话 要移出人物的视频的话 给传进来 传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要点击一下它 好 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人的话 把它 用这个蓝色的点 把它选中 好 选中完以后的话 这里的话 它正在帮我们处理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 这里的话就是 它刚才大概的话 帮我们移出后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预览一下它效果 点一下它 那就会帮我们预览看 刚才的话大概处理的效果 好 你觉得可以的话 大概的话还是可以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个导览就可以了 导览好以后的话 它处理的话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返回一下它 返回一下它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 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所有的这个资产点一下它 这里的话 它处理完成以后 会显示到这里 把它下载电脑可以 下载电脑上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导入到 我们简易里面来 就帮我们处理到了人物 把这下面的膏给脱下来 再把我们前面有人这个给删掉 那把它移过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次来看一下 这次的话效果可以 后面的话人的话已经被去掉了 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下效果 如果这个方法生成非常多 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那如果你是做短片 做短视频的话 那希望这个方法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那视频你可以做好以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出来 那你可以上传到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短视频 那你可以上传到你的斗音 你可以上传到你的一个TikTok 或者上传到你的一个斗音都可以了 是有风 那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 也是一些网上赚钱 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希望能给你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摒弃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的话 有风也会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非常有意思 大家的话 把思维可以发散开一点 那我们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视频